然后呢我们要做这个推荐系统啊 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呀 就是说你咱们可以想咱们要给一个人推荐一个东西 那首先我得对这个人有一个了解吧 咱们再进比如说啊 咱们进一个去买车去一个4S店 那个这个店员啊肯定会问你 哎呀你的一个个人喜好是什么呀 呃什么时候开车呀 把你这个一系列需求都问好了 然后再给你推荐吧 那咱们推荐系统来说呀也是一致的 你首先得去了解这个人才能去给他推荐吧 或者说你了解这个物品才能去推荐类似的东西吧 那这里呢我们需要对数据就有一个理解了 就是说我们要拿到一批啊 那把就是把我们可应用的数据拿到手 然后呢才能利用这个数据来去做这样一个推荐吧 数据呢当然是越多越好越丰富越好的了 然后现在咱们要讲一个算法 就是在这个推荐系统当中啊 一个非常经典也是非常实用的算法 叫做协同过滤啊 大家应该是听过它的名字 因为这个东西啊出现的比较早 也是比较经典的一个算法 这个算法其实它是基于统计的一个算法啊 咱们现在就来说 那假如说啊我现在有这样一个事儿 就是说呃新上映了一个电影 比如说上映了一个爸爸啊摔脚吧爸爸 然后呢我现在想看这个电影 然后电影院当中啊有一有一系列的 那我不知道看哪个了 同一期可能上映了一堆 那怎么办呢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哎呀问一下朋友吧 我朋友都喜欢去看什么 可能跟我比较好的一些机友啊 然后我们的一个品位都差不多的 然后我不知道看哪个了 我看看我那几个朋友啊 就是我们一起去看吧 大家找一个都喜欢看的吧 那怎么样去确定 嗯一个用户啊 就是他是不是跟你品位相同的呢 这个是咱们现在要做点事儿 我们就是正常想法 要找一个跟你类似的 但是这是啊我们人类的一个想法 咱们现在是让谁有这个想法 得是让计算机有这个想法吧 我得让计算机去看一下 哎计算机你知道谁跟我类似吗 找一个跟我类似的 我去看一下他看什么电影 那我可以拿他看电影当一个参考吧 可能他看了哪个电影 我也没准也去看这样一个电影 所以说呢 第一步我们要做的 就是说怎么样去确定一个用户啊 跟我的一个品位是不是一个相似的 这是我们第一步要去做的 那第二步呢 第二步啊就是说 嗯当我找到了 比如说我找到了五个人 这五个人啊 都是跟我比较类似的 那这五个人当中 可能看的还有一些差距吧 那我该到底看第一个人的 还是第二个人的 就是说我把我喜好的这些邻居 喜好的一些朋友 都拿到手之后 我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排序啊 找他们谁啊 来当成是我的一个最喜欢的呢 这个啊 也是咱们一会儿需要做的 现在呢 咱们就来讲一讲啊 就是说 对于这个行动过滤来说啊 我们该怎么样去做 这样一个事情 要实现这样一个行动过滤啊 我们需要的步骤是什么呢 第一步就是说 首先你得有一个数据 也比如说一个用户的偏好 这里啊 用户偏好 我可以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咱们现在啊 去去购物去那些电商吧 京东啊 淘宝啊 咱们买了东西之后 是不是有一些评分啊 它这个评分都是一到五分的吧 然后你可以给打个分 然后留个评价 关于留个评价 可能是些文本啊 关于文本的东西 咱们先不说 就先来说这个评分 假如说一个人买了一个东西 他有了一个评分 另一个东西有另一个评分 那是不是说很多商品 很多人都给了很多商品 不同意评分啊 咱们可以拿到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相当于什么 用户的评分也是不一样的吧 有些人呢 可能是打个一分啊 比较不喜欢的东西比较差 有些人呢 打个五分可能喜欢 那这不就是一个用户的偏好吗 首先啊 我们先要把这样一个用户的偏好 收集起来 就是用户的偏好相当于是 把用户跟这样一个物品 联系在一起了 因为用户啊 对物品产生了一个打分 或者说点点 有一个点击量放到购物车里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选择 咱们先把用户啊 和这样一个物品 能够联系在一起 这是啊 我们的第一步 收集用户的一个偏好 找到这样一个联系 第二步呢 第二步啊 就是说哎呀 你要推荐了 推荐你不能瞎腿吧 比如说 嗯 我给之前我给 我喜欢一个啤酒 所以说他给我推荐一些啤酒 那咱们可以推荐一些 类似的物品 或者说给我推荐 比如说 嗯 给我就是这个 电商发现了 我的一个购物喜好啊 跟他们电商当中 另一个人比较一样 那可能说 我今天买了一个热水壶 他也买了热水壶 我第二天我买了 我就看我桌上有什么 第二天我买了个酸奶 然后那个人 他也买了 猫牛酸奶 然后然后第三天呢 第三天 他买了一个麦克风 然后我没买麦克风 那是不是说 他会把第三天 那个人买的麦克风 推荐给我 因为他觉得 我俩的一个购物啊 都是类似的 都经常买这些东西 所以说呢 咱们可以找到 相似的用户 或者是相似的一个物品 那最后一步啊 就是啊 他要实际的计算一下 到底给你推荐什么东西 是比较合适的 这个呢 就是说啊 咱们要实现 这样一个行动过滤算法啊 我们需要的一个步骤 是长什么样子的 然后啊 这个用户 不是要跟你这个物品 给他挂个钩在一起吗 那这个用户啊 跟物品是怎么样联系的 这里啊 给大家简单列了几种啊 这几种都是我们可以 把用户和物品 联系在一起的 然后实现这样一个 行动过滤 所需要的一个数据源 这里呢 我们有一些用户的行为啊 比如说一个评分 一个投票 转发 或者说保存 打上一个书签 或者是一个评论 评论可能稍微难一些 因为评论啊 是一个文字 对于一个文字来说啊 首先你需要给他 进行一个稳稳的分析 找到这样一个偏好 这样啊 这个工作量可能稍大一些啊 咱们今天的合情啊 并不是做一个稳稳的分析啊 只是先把它拿出来 那经过了这样的一些 用户行为之后啊 是不是说我们的用户 就跟我们的产品 产生了一个关系 产生了关联啊 有这样的关联 有些是一些大部分 都是受职的吧 比如说咱们的一个评分 可能是一个从零到我 投票啊 可能是有没有投票 可能是零二一 投了几票可能是一个零到一百 一个值 这些啊都是值 这些值呢 我们是都可以给他利用起来的 一旦啊 我们把这样一个值利用起来了 是不是我们就有数据了 有了数据之后 那这个推荐系统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做出来呢 这个就是我们推荐系统啊 这个先动过滤算法 所需要的一个支撑 这些随分 与护 无缓